欢迎收看全方的理财家把好知识给大家 在最近我看了一则报导 他在探讨明日的矽谷 那么话说今日的矽谷 他是位于美国的加州 他显然就是科技创新的一个代名词 但是这个矽谷并不是打从一开始 他就注定可以融赢这一项桂冠的 在早期美国的一个科技中枢在波士顿 是在1980年代才把那个电脑运算这样的领导地位 拱手让给了那个矽谷 所以让这个矽谷的封号到现在还无人可以取代 那虽然说在2000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曾经爆发了这个网路泡沫 其实主要指的是什么 资本市场里头那个科技泡沫吹得太大了 所以你想当年NASDAQ指数最高5100多点 口计栽到哪里 栽到1100点 历经十年之后 这个样子一步步谈生来至于回升 但是还没有创新历史添加 那重点是在于这段期间 你可以看到关于这个网路高科技 它飞弹没有退流行 而且跟现代人的一个结友来得更加的一个紧密 在以前人认为这个科技的重要性在于哪里 就在于它可以增加这个生产力 透过这个科技来增加生产造福人群 但是在21世纪有什么重大改变呢 你要知道现在这个科技不只是纯粹的用来工作而已 它还可以用来生活然后用来娱乐 当人们的一个日常生活越加离不盖科技 那么科技它等于就扮演着 可以改变世界的关键力量 那说起来就是把这一项重则的大论 就交给这个加州的矽谷吗 No 它只是一个最佳的一个代表 没有说永远都没有人可以取代 比方刚刚不是讲到波士顿吗 它固然把这一个宝座 把拱手让给这个矽谷 但是在波士顿它自己呢 它在于这个所谓生计医药这一方面的一个集资 这一方面的一个创新 说起来的话是首屈一指的 还有记者我们讲到 在美国的西岸有这个矽谷 在东岸有一条矽巷 事实上它指的不是一条小巷子 那个是贩子在纽约第五大道 这样的一个延伸 在那个地方它要聚集了 关于这个媒体电子商务 还有金融科技的创新 现在已经成为了美国第二大的一个科技重镇了 以上所讲的通通是在美国了 要是我们要发现明日的矽谷 那何止是美国呢 它可以遍布全球的 根据这个麻省理工学院他们的一个调查报告 除了这个美国之外 明日矽谷在哪里 来我们看看图表好了 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全球科技创新的一个聚落 那所谓的科技创新 它最佳代名词 也就是今日的一个矽谷了 那么至于明日矽谷在什么地方呢 来我们看到像英国的伦敦的科技城 这个是在2010年当时所成立的 还有比方说法国巴黎的萨克雷 这个2013年才新建 等于新建大概还不到一年 还有你看到俄罗斯的莫斯科 这个科尔科沃这个地方 这个也是包括印度的班加罗尔 乃至于中国的北京 这个都榜上有名的 不然你以为北京它只有金城 只有天安门吗 当然不是 它也有这个科技创新的一个聚落 你看到像这个百度 还有联想它总部都设在北京 然后另外还有包括像以色列 有人就称这个以色列为矽谷第二 那其实管理这篇所谓发现明日矽谷 这篇文章里头它测标打得不错 我把它操录下来 念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这是一场科技界的一个饥饿游戏 那么是由官方来打造梦幻的一个硬体设备 然后等待着这个所谓创投家 这个贾博斯二世他的一个现身 谁想夺得圣杯的话 就必须要放手一搏 讲得相当不错 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 要必须先由政府来打造那一个 科技创新的一个聚落环境 那么至于创投家这个贾博斯二世 比如说在最近一年来 红透半边天的那个Tesla Tesla老板也叫Mask 马斯克 那么这个马斯克他也被称之为 这个所谓汽车界里头的贾博斯 那话说你看美国百年汽车重镇 那个底特律都已经破产了 然而却在戏谷这里诞生了一个 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场嘛 这个也就是创投家 他的科技创新颠覆了市场 如果你要讲到 人均创投呢世界第一名的 小不小是哪里 其实告诉你啊 那个就是以色列 那个就以色列了 试问呢 什么东西是创投呢 简单讲的话 创业投资嘛 在这个地方指的 有对于啦 那未上市贵的一个新创产业 对它进行融资投资 以取得它的股份 所以在时下呢 也流行的 阿布巴这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创投基金嘛 那说到以色列 它这个创投总额呢 当然不是最高的啦 不过除以它的700多万人口之后 人均创投额 这个倒是呢 世界第一名 除此之外 这个以色列还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来我们看一下图表好了 给大家进一步认识一下 明日矽谷以色列 刚刚讲到的 它人均创投额 是世界第一名的 除此之外还有呢 专利申请数是全球最高 像我们台湾企业呢 常常因为这个国际专利问题 被人家给恶整 这一点就好笑 把这个以色列了 还有他们这个研发金 被这个居于全球第三名 包括它科技出口额呢 可以达到呢 这个年出口额啦 250亿的一个美元 你别以为说 他们只有这个说国防科技呢 这一方面是顶尖的之外呢 还有哦 软体通信呢 他们这个也都是一流的 像以色列啦 最大的企业呢 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啦 这个所谓checkpoint 这个checkpoint本身呢 它是一个软体科技的一个公司 那么它卖什么东西的 行销全球的 关于这个网路的 这个所谓的保 这个所谓保全的一个产品 这个都有 还有另外他们在生命科学 这方面也相当发达 比方他们有一家大公司叫TEVA 这一家公司呢 是全球最大 卑专利药的一个制药厂 所以难怪呢 以色列它被称之为什么 矽谷第二嘛 那么在上期呢 我也有跟大家介绍了 他们最大的港口那个工业园区啦 也就是那个海霸 并且有提到嘛 像那一个呢 微软啦 IBM啊 Intel 还有包括Google呢 都在海霸这个地方呢 设立他们分公司 那像这个Google 它这个董事长斯密特 他就讲了 他对于呢 这个以色列年轻人啊 他们勇于承担的创业风险 这种精神呢 他觉得呢 这个印象相当的深刻 那回头想讲我们台湾啦 我们台湾可以说呢 全球科技产品这个代工重症啦 但是我们并没有在那一份呢 所谓呢 发现明日系统名单当中 多少都会让我们觉得有些遗憾吧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妈妈这间汽车很好哦 因为有你照顾我啊 金生生之王 帮您加油打气 两生之道 只有金生之道 鹅排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岛块 水密性呢 超越国家标准三点五倍 有了鹅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金生生之王 两生之道 只有金生之道 金生之后 网? 你怎么下定疫情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回到全方位理财家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 他们所做的发现明日系谷 除了美国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有伦敦、巴黎、莫斯科 还有北京、印度、乃自民、以色列 但是这里头就偏偏没有我们台湾的份 既然我们没有的话 我们就应该要司法以色列 说起来这个是我们国科卫主委 朱敬一他的一个主张 说到掌管科技 并且统筹全国工业园区的科技部 现在立法院已经三组通过了 要把它分割为科技部 所以首任的所谓科技部的一个部长 到底是朱敬一或者另有其人呢 这个我们不用猜 那重要事情是现在我们既然要成立科技部了的话 这一下子台湾就更加有希望可以晋升为明日的一个戏骨 陈主所言 科技重新必须由政府先来打造那个硬体环境 然后才会有那个创投家贾伯斯二世他一个现身 那说起来既然我们政府有心要成立科技部 再加上我们台湾的人才忌计这个邪漫 讲到这个台湾人才忌计这句话的话恐怕是有点问题啦 即使在两年前 两年前的时候这个翁启会他曾经公开发表了一篇 那个叫做人才宣言 不是人权宣言啦 是人才宣言啦 翁启会他当时他就指出啦 说台湾他在面临着这个所谓空前的人才失衡的一个危机 这个说起来不是代表说我们台湾没有人才 而是人才纷纷外流成为这个外国人 像翁启会他自己就拥有美国的一个国籍 是说他还愿意回到台湾来担任中研院的一个院长 那他是头一个拥有双重国籍的中研院院长 你也可以想信嘛 这代表什么 台湾本身这个人才是个问题 这个有多么尴尬呢 那你想到嘛 如果说人才都不愿意留在国内的话 请问一下改天到底是由谁来谈这个所谓的科技创新呢 那我还记得在几个月之前呢 那这个翁启会翁院长 他还公开的去谈到 说未来呢四大创新趋势 他就针对这个是四个领域 那这个领域呢 关于这个所谓的一个像制造面资讯面 还有包括像人员 还有包括医疗这一方面 他在播放未来的一个四大趋势 那后来我的确发现了 在股市当中的确有相关族群就趁势崛起了 到底这个翁院长他对未来四大趋势的播化是如何呢 来我们看图表好了 给大家以并了解一下 关于未来四大创新的领域 那么比方说在资讯面这个领域呢 他提到的东西有云端技术 这个我们早就已经耳熟人详了 还有关于一个大数据的处理 大概最近半年以来厂长听到大数据的一个处理 还有在制造这个领域呢 他提到了3D列印跟自动化技术 这个不就是大概最近一年来所谓最热门的一个体材吗 还有呢 再来你看到这个人员方面 在人员的领域里头 他提到是页岩开发 关于页岩气这方面的一个专探 这个可以说是未来美国要改变 要改变未来里头 他们一大本钱之一 那么除此之外 当然还包括其他的新人员 毕竟节能简单这个议题呢 这个都还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另外在医疗的领域方面的话 他提到两个东西 基因解码跟预防医学 那说起来这个才是他专业的一个领域嘛 虽然说呢 这个翁启卫呢 他是中研院的院长 不代表说他就是通才嘛 所以当时他谈这个资讯啦 谈制造啦 谈人员的话 不见得多他个人的一个创建啦 但是他谈这个医疗 他提出呢 这个关于基因解码 还有预防医学这样的一个 创新的一个观念 这个东西我们就更加要重视了 因为这个才是他专业的一个领域喔 他本身呢 他是台大生化科学研究所的一个硕士 然后呢是麻省理工学院 有机化学的博士 他是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 应当时的中研院院长 李远泽之邀啦 回台来主持呢 当时那个生化多糖体研究室嘛 然后才在2006年呢 接任这个院长 现在他所在谈的东西是什么 关于未来这个医疗领域 乃至于整个一个整体的 医药的一个产业的大革新喔 所以你看他提到那个预防医学 他还讲到 他说这个东西呢 他会启动什么 会开启啦 这个说个人化医疗这样的一个大趋势 如果讲到个人化的医疗的话 这一下子呢 就会涉及到这个基因解码基因定序 告诉你在台湾的确有公司 正在做这一方面的一个研发 还有呢这个翁院长他也讲到了 他说我们台湾其实这个健保的一个制度呢 相当完整啊 还有我们的一个资料库可以说非常齐全 所以这个是一代优势啊 再加上呢我们的一个生计研发具有前瞻性啊 像那个所谓的癌症啊 还有包括肝炎这一方面的一个免疫疗法 还有包括一些感染性疾病这一个研究方面 他说都颇为出色啊 甚至呢我们是走在这个世界的前端 听到这些话啊 我们突然信心就觉得通通起来了 所以他还跟年轻人打气加油啦 他说你们呢 必须要这个勇于去做梦 然后要大胆创新 他说他自己呢 在生活圈子里头他胆子很小 但实验室里头呢 他的那个胆子就很大 那么像我们也提到嘛 那个Google董事长斯密特 他对这个以色列印象深刻在哪里呢 就对于他们年轻人活在当下 勇于创业这个精神嘛 难怪人家的一个人军创投尔啊 可以说世界第一名的 所以我们要施法以色列嘛 但是倒不是说呢 我们要去全面布置他啦 毕竟两者的一个文化背景的大不相同 像上期我们也提到一件事啊 说当我们走在那个以色列这个街头啦 你随处可见那赫枪实弹的一个军警啊 尤其是在耶路撒冷 因为耶路撒冷呢 是他们的一个第一大臣啊 尤其在那个地方人口的一个分子 来得比较复杂一些啊 固然在耶路撒冷呢 有三分之二是属于犹太人 但另外三分之一是阿拉伯人 那这笔这个宗教信仰呢 不只是这个犹太教 或者这个伊斯兰教而已啊 当然也有基督教徒啊 想当年呢 这个耶稣呢 就是在耶路撒冷这里 进行最后的晚餐嘛 在之前的一个节目当中啊 我也透过这个复读解说呢 跟大家介绍过了 耶稣他诞生于哪里 诞生于这个巴勒斯坦的伯利恒嘛 然后呢 是在拿撒勒长大的 接着呢 他在三十岁 三十岁呢 他才在这个约旦河授席 然后呢 他就环绕着加利利湖进行步道了 其实呢 耶稣步道神价 总共也才三年半而已啊 当他的哈喉当当 来到耶路撒冷呢 竟然呢 就是他最后的晚餐 来我们来看到图表好了 给大家认识一下 这个耶路撒冷 在上一集 我们不是就讲到吗 说耶稣呢 他在加利利湖 显现了很多神迹 而且收服了 十二位的门徒 跟这个所谓成群的信众啊 那接着自然 他就来到这个人舞会吹的 这个耶路撒冷来嘛 来这个地方步道 那其实这个地方呢 原本也就是犹太教 他们的一个信仰中心啊 那么耶稣的一个利林呢 其实他受到很多 粉丝的一个欢迎哦 但如果对那个犹太公会来讲 在当时来讲的话 对他是很不欢迎的 对他很不欢迎啦 因为所有的风采呢 都被这个年轻的步道家 给抢去了 而且耶稣他自称呢 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散播着大爱 同时呢 他也可以说 在改革这个传统教会 这样的漏规漏洗 难怪你刚刚当时的一个当权派啦 想要对他怎么样 欲除之而后快 来我们看到这张相片 由于耶稣受到一些阻牢啊 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呢 他并没有直接进城呢 大事宣讲 并没有 他是选择呢 先在这个城外 城外的赶蓝山 在这个地方落脚 等于这里就他暂时的行馆会馆啦 所以你可以想象呢 耶稣就在这个地方呢 跟他的信徒讲道的 那同时他也批评了 这个犹太领袖啦 说他们这个伪善的一个行为呢 这不会受到神的一个喜爱 那这个样子讲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想象后来怎么样嘛 就好比说啦 这个党外的异议分子 结果就被人家给逮捕起来了 被逮捕罪名是什么 也就是他本身呢 就说这个耶稣啦 他自己称自己为什么 犹太君王 当时给他定罪是这个样子 来我们看到呢 这一个橄榄树这里 这橄榄树可以说是历史的见证 因为据说啦 这个橄榄树有一些老树本身 已经活了两千多岁了 已经活了两千多岁 从耶稣的年代一直到现在 那个橄榄圆到现在还存在啊 来我们看到下一张 下一张相片里头 你看我下榻的饭店 就叫做Alif Tree 橄榄树饭店 那当然这个橄榄树饭店 他这个就不是古蹟了啦 这个是现代人他所盖的 不过一直以来啦 Alif Alif这个东西可以说就代表什么 希望跟和平 代表希望跟和平嘛 在旧约圣经的故事里头 诺亚邦舟有没有 那当时诺亚邦舟 他等于漂流在这一个 所谓当时大洪水当中嘛 这个洛亚他就派出鸽子 叫鸽子去找寻陆地在哪里啊 当这个鸽子 他咬着这个橄榄叶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晓得洪水已经退了 所以这橄榄树他代表 代表这个希望与和平 当时耶稣他就在橄榄山这个地方 遭到罗马士兵的一个逮捕 在那个时候他的大徒弟 他的大弟子 这个圣彼得就挥剑 砍下一个士兵的耳朵 那当场就受到耶稣他的赫子 因为耶稣他的一个 布道一个风格 一向都讲究和平的 他宁愿宿走旧情 不愿这样武力来做对抗 其实在耶稣进行 跟他门徒进行那个最后的晚餐 那一个时候他已经晓得了 晓得说有人将会出卖他 他也准备好要慷慨不一了 那这里那个最后的晚餐 并不是在那个橄榄山 在那个地方举行的 在哪里举行的晓不晓得 那个是在西安山 在西安山 那讲到这个西安的一个称呼 这个相当有名 他不只是代表一座山而已 其实说起来他也扮指 这个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 甚至西安也就犹太的一个代名词 所以早在英国在殖民巴勒斯坦的一个时期 当时犹太人他们就兴起了那个什么 西安复国运动 也就是说他们当时原本在这个欧洲 欧洲经商致富之后依景还乡 回到中东 这个可以说他们这个主旗地方 回来之后他们开始就花大钱 不断在收购这个土地 成立这个犹太社区 并且还募集了庞大的一个复国基金 然后他们就帮助 在海外这些犹太同胞 又他们一样回归故里来一起重建家园 所以说起来 这个以色列他们的一个建国的一个成功是打从一百多年前 当时那个西安复国运动就一步步开始的 那你想不晓得我们在台湾也有个西安山 就在那个高雄 假先再上去有个西安山 听说早期他们这个新约教会的一个成员 他们也主张企图说他们要独立自治 受到当时政府的一个镇压 不过现在变成观光圣地了 你现在到这个高雄西安山去的话 你可以看到西安山圣殿 还有包括大卫城堡 以及一块大块的玄虎眼上头 捐刻着基督寺盘石 那不过我要带大家去参观的不是高雄西安山 而是耶路撒冷的西安门 来我们看图表好了 来你现在看到这一个叫做西安门 它本身它就是这个说耶路撒冷有八大城门之一 这一个门它是正对着西安山 正对西安山所以称之为西安门 在这个西安山那里其实也是大卫王的一个坟墓 所以这个门又被称之为所谓的大卫门 那么你可以仔细看到 在这一个城墙 这个城墙上头有弹孔雷雷 为什么呢 其实这原本我讲过 在耶路撒冷这里 原本是这个约旦他们所掌控的 是后来历经那个六日战争 那个六日战争以色列才从约旦的一个手中 把他夺回耶路撒冷来 所以你看到满墙弹孔雷雷 这个就见证了当时他们两军尸杀的一个证据 就在这个地方 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张 那么如果说你走出门外 你要发现这个门里门外 其实这个风光大不同 那么我们看在旧城的外面 这个不是郊区 这个是外面的 这个不是郊区 那反而是更加繁华现代化的新城 所以你看相片当中这个蓝女老幼 对不对 这个才是典型的 现代的以色列人 这个才是现代以色列人 在这个地方你逛大街跟全球各大都会 说起来也没什么两样 是你如果走到那旧城里头去 那仿佛才进入那一个两三千年前的一个时光隧道 来我们看到这张相片 那这个所谓西耶路撒冷的新城 这里一样是新城 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它发展大概只有百余年而已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热闹的商店街 还有包括玉郎 而且我居然在耶路撒冷这个新城这个地方 巧遇毛泽东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一个彩绘了这个毛泽东的树像 这个东西是拍卖品 这个可以买的你可以买 这是一个商品 只是我也不清楚 到底犹太人对这个毛泽东的印象到底是如何呢 如果我们讲说这个美国 他本身最力挺以色列的 那中国他们在中东这样交往的对象 并不相同 你必须要知道 中国的油援其实必须要仰赖什么 仰赖伊朗他们的一个出口 但是伊朗又是这个以色列他一个死对头 但是你看世事多变嘛 现在伊朗不是开始在跟这个美国修缮关系吗 所以话说回来 战争与和平 它也是随着时代不断在轮替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到这边 这边 我们先进广告 答案 二排七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三点五倍 有了二排七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对家里打鼓也是代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到全方位理财家 在方采带大家去参观的 那个是耶路撒冷的一个星辰 它的范围其实相当大 发展大概百余年 到目前是相当的现代化 说起来跟你到全球各大都位去 没什么两样 是当你进入到旧城 那个旧城说起来才大概方圆 一公里 一平方公里而已 那仿佛就进入那两三千年前的 一个时光隧道 这个就等下一集再带大家 到旧城去参观 那么回想大概在三千年前 当时以色列大卫王 珍卜这个地方 把他命名叫做耶路撒冷 阿尼克之后他的异议 他象征的也就是和平 但是自从这耶路撒冷 有史以来 这等于是上演了一出 战争片的一个连续剧一般 你可以想象那个罗马的大军 在那一个时候 他们要毁灭这个以色列王国 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屠杀了一百多万名的犹太人 不过那个犹太教的一个信仰 他依然存在 所以后来才有那个犹太公会的长老们 联合那个罗马统治者 猝死了耶稣 并且残害那个基督徒 那一直到这个罗马的军事坦地 一次他改新了这个基督宗教 但是那个时候变成了 中东已经沦为回教势力了 改新伊斯兰教 余焉才有那个十字军的一个东征 当这个欧洲基督教十字军 攻打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是谁在抵抗他们呢 是当时的回教徒联合 那个所谓的犹太人 说起来当时他们等于是盟友 但是十字今日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他的复国建国 是受到欧美基督教国家 他们一个大力支持 反而是周遭 这些所谓回教国家 对他排挤对立 乃至于爆发了好多场的 这个中东战争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讲说 这个耶路撒冷 他的和平已经到来 我们只但愿 他们不要再面临下一场的战争 最后一段话 我附在节目末聊 跟一同做一个分享 感谢收看 下个礼拜再见 下个礼拜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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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适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